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电影区 本期为大家分享一部 男孩痴迷铁牙齿 只为拔掉牙的恐怖动画 故事的开始随着一个白夜铁的移动 两岁男孩小鸡 长出了人生中第一颗牙 为乃时意外地咬了妈妈一口 妈妈反手就是一个耳霸子 或许是妈妈的这一举动 伤害了小鸡 从此之后,她十分地厌恶自己的牙齿 为了惩罚自己,她经常用这颗牙齿啃木桩 怎么啃也啃不掉的牙齿 最后栽在了苹果身上 本以为掉了颗牙心情就会好 没想到小鸡六岁那年长了一口好牙 她经常做出对牙齿不好的举动 但不管怎么样,它们依旧顽固 直到她十一岁的时候 成功地干掉一颗牙 这一下她再次感受到了 与牙齿亲密接触的快感 隔着屏幕看着这个画面 我的牙齿酸了 画面一转,小鸡已经五十岁了 牙齿已经掉光光了 这个时候她才开始怀念 当初满口好牙的时刻 于是她来到医院 顶制了一个假牙 戴上它后自我感觉良好 改掉了以前不好的习惯 开始注重个人饮食 食物放进嘴里 步脚直接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对牙齿的痴迷越来越变态 开始对动物动手动脚了 经常观察动物们的吃饭习惯 然后把它们带回来进行研究 把动物的牙齿全部拔了下来 在小鸡65岁的时候 经过多年研究的它 终于排列出一套完整的牙齿 然后准备了一个模型 把这些不同的牙齿放在模型中 之后将准备好的食物放在桌上 戴上这个假牙后 准备享受美食 但是下一秒 它就失去了舌头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整部动画的主旨是呼吁大家保护爱护牙齿 虽然利益不错 让人看了忍不住摸摸自己牙齿 但是这个画面也太刺激了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即逝